北极的冰封世界随着地球暖化 如今成为大国之间的角力场 美国也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持续扩张 并将这个地方视为战略资源之一 两国日益频繁的军事与商业合作 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极圈周围国家 同时让地球暖化更加严重 而对此指控中俄两国都极力反驳 美方歪曲解读中国的北极政策 对中国依据国际法正常开展的北极活动说三道四 无异于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全然不认美方指控 因为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 在基地探索和研究上投入大量资金 而俄罗斯也在近年将苏联瓦解后 弃制的基地与机场现代化 俬然将北极视为俄罗斯的领土 在西方联首帝之下 中国与俄罗斯极力想找到替代航路 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因为地球暖化 海面无冰旗延长的北极 正是两国的临上思路 如此一来恐怕会为北极海带来更多混乱 三地新闻参谋停报道